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和一个顶尖时尚公司正在联手帮助战乱地区的女性重建生活 详情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15年多的时间里 一个名为女性帮助女性国际机构的组织 一直致力于帮助那些生活被战争破坏的女性 冲突无所不在 阿富汗 波斯尼亚 刚果 伊拉克 科索沃 尼日利亚 苏丹和卢旺达都是例子 在这些地区都能看到女性帮助女性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奔忙 谢尔曼是这个组织全球项目的执行主任 她说他们的目标是一年内把女性从受害人变成幸存者 最终变成生活积极的公民 女性帮助女性组织有一个维持12个月的核心项目 我们为社会抛弃的妇女提供权务和领导训练 与当地就业机会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 还有创收扶持 过去四年 女性帮助女性国际机构 一直与时尚公司凯特斯贝合作 通过被称为首牵手的项目 这个组织雇佣妇女从事手工制作 产品在全球的凯特斯贝商店销售 凯特斯贝今年的冬季服装系列 就包括由波斯尼亚妇女制作的帽子 围巾和手套 索姆是凯特斯贝公司的公关经理 她说公司的目标是让某个地区妇女的技巧 与公司的需要相接轨 在波斯尼亚收支品是他们的优势 所以我们根据他们的长处来设计产品 在其他国家是珠宝制作 刺绣或者是深线 每一样东西都带着制作这个产品的妇女的印记 这个季节 手工编制产品在美国市场非常受到欢迎 凯特斯贝为这些产品提供设计上的指导 以及如何打入市场 我们也让参加过我们项目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妇女 给她们提供培训 使她们能够制作这些产品 在过去的17年里 女性帮助女性国际机构帮助了25万名妇女 并且放放了价值970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和小型贷款 她们对此还不满足 现在正想办法在已经有项目的这些国家扩大生产 我们卖出去的东西越多就能帮助更多的女性 今年凯特斯贝企划展示由阿富汗 科索沃和卢旺达的妇女 制作的新时装和副饰品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